今天我上传的鱼饼汤的视频 那个里面的调味酱汁是包装袋里自己带的 但是今天我只能自己熬这个调味酱汁了 先放一些干鱼进去 把这个高汤煮出来 这次家里料全一点大葱萝卜 这边是今天刚买的新鲜的 这边是前几天剩下的 为了吃这个剩下的又去买了一些新鲜的 鱼饼有这种棒棒的 有这种条条带蔬菜的 有这种不带蔬菜的都好吃 直接下嘴吃也行 炒着吃也行 煮汤吃也行 今天我煮汤切好了 准备放进去 其实我呆的这个城市特产就是鱼饼 韩国最好吃的鱼饼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 不经常吃也蛮可惜的 你现在一看看这个新鲜的 这个颜色跟这个包装袋的 这个完全颜色就不太一样 去鱼饼店的时候 他们刚出锅的时候就热腾腾那个时候 马上买来吃 就特别的好吃 一会儿这个鱼汤煮出来 我把这些小鱼都扔掉 今天只能是我自己用盐 用酱油去调出这个汤汁来了 试一试 第一次做也不太会 韩国的高汤就是这个酱汤 那个什么汤里面的那个高汤 都是这个小鱼给煮的 小鱼有的时候会鱼加上一些厚的海带 有时候就只放小鱼 还有时候会小鱼厚海带葱什么什么都放进去 煮了之后把这些佐料袋都扔掉 只用那个汤 多煮一会儿 把它的味儿都给逼出来